主要的工作人員,還有裡面的主要角色感覺就是女性,慢慢來 我太進入永座的問題了,我在想他的問題去,對不起 OK,他的確是一個看似很女性的一個電影,但是我並不是這樣子詮釋他的 然後當然,唯一的比較負面的角色是那個男人 對,很討厭的那個,對,有賴正名 好,這個剛說在劇本討論的時候,的確有做了很多的討論跟修正 然後,所以我覺得是有必要的,這樣的男人的角色 然後,我覺得是非常感謝最後永賴正名可以詮釋這個角色 然後讓這個負面的角色也可以這麼的有魅力 然後,就是我自己在拍攝這個電影的時候,有三個男演員對我來說 其實是非常大的信念跟感謝,就是我行程跟飾演父親的村上淳 跟永賴正名,然後我的遺憾就是他們戲分為什麼這麼少 好像沒有那個 因為他們都非常的專業,以及他們非常的支持我 然後提出,釋出非常大的善意跟專業 然後,支持我完成這個電影 所以,希望有機會還可以跟他們有更多的合作 blunt darling エイ счастье 好 prone點會 我也知道, Women's Renews 主到的嗎? 是從天啊 不同的情況是 《悦難乞特色》 一階段的環境 同時,imeone Link로 action 役者演繹どう的話 нас每天都是答應感的 那其實跟第八日禪的比較的話 我覺得父性跟母性這部分 其實是相當不同的東西 所以說真的 覺得無從比較起的 所以很不好意思 不過身為一個演員 我就是演過這兩部戲以後呢 我覺得最大的體會就是 人生真的很無常 就是隨時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說 所以說那每天要保持快樂的心情 就是就是活下去 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體會